近日杭州萧山发生惊险一幕 一名两岁女童把头从二楼窗户探出窗外 窗边没有任何护栏 危急时刻一辆乡视货车出现在现场 这是1月11号下午 杭州市北派出所民警前往一处居民房救援的视频 当时女孩站在二楼窗户边哭得撕心裂肺 时不时地探出身体 大家赶紧找来梯子想翻进房间救援 梯子离窗口差了一米的高度 民警和队员无法攀登上去 情况十分危急 民警只能坚守在梯子上面盯住女童的一举一动 随时准备飞扑救人 这时候一辆乡视货车开了过来 司机招呼民警把梯子架在了货车顶上 那高度不够 刚好我们那边那个民事座车在那边放那 我开过来 然后把梯子放在车上面 民警马上在车顶架梯 在大家的协助之下只用两分钟 救援人员就通过梯子进入房间 解除了险情 我把垃圾提出去之后 然后他就要跟着我出去 就到走廊的时候 然后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把门一关 然后进去就自己就给反锁了 就把他反锁进去了 当时开车协助民警救人的 是附近饭店的厨师南向峰 当时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忙 今天警方也对男师傅在危急关头 智勇双全的应勇举动 给予了表彰 他们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感谢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真的是谢谢他们 记者胡卫报道 谢谢大家